想我教你也行 答应我三件事 哪三件 外衣脱掉 瞧你这不找到的样子 你是来拜师的 我混沌主神第一天上课 该有的牌面可不能少 上次他把我从产员店扔出来 这次我得让他把我 恭恭敬敬地请进去 参见白鸡十尊 都拜什么 抬起来 拜什么拜都抬起来 行了 你是来拜师的 还是来砸场子的 快去快去 快点 朝圣殿上谷 前来向白鸽真神学艺 还请神尊不吝赐教 我可听智阳说了 你答应教导我本事 堂堂的白鸽真神 不会说话不算数吧 想我教你也行 答应我三件事 哪三件 别说三件 三十件都没问题 外衣脱掉 月明 你听见没有 他竟然让我脱衣服 这成何体统 小祖宗 就忍忍吧 在我长渊殿中修行 从此便没有什么 主神与殿下之分 脱去主神的外衣 素衣洗身 直到出殿那一日 你都只不过是长渊殿 一名小小的神士而已 你做得到吗 白鸽 尚古他必经 脱掉 我答应你脱掉 如今我混沌之力 尚未大成 还算不得主神 既然从来没有想过尊位 放下 又有何难 你做什么 在我殿中修行 必须心无旁骛 毁掉这些东西 从此不要再跑 做得到吗 这些都是自想陪着我的宝贝 我不带便是 为何非要毁掉 要得必有舍 你若连这些俗物都舍不得 做什么三界主神 不如去做一个笑话 你若不愿 离去便是 我白鸽手下 不留无心之人 我回 我回 既能舍 便尽了吗 你真舍得呀 白鸽说得对 有舍便有得 等我学会他所有的本事 第一件事 我就把长渊殿拆了 给我所有的宝贝报仇雪恨 诶